今天的香港傳真 戴假髮 穿黑袍 这些都是香港大律师的标准装束 就像源自英国法庭的传统 至今已经有150多年 不过最近原本不戴假髮的事务律师 也希望争取戴假髮的权利 不过最终没有被批准 每年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在中审庭首席大法官的率领之下 香港大律师们全副黑袍 赢假发 象征司法独立 剖有些适施的味道 即使在97主权移交之后 此例仍然没有改变 最近香港事务律师也要求争取戴假发的权利 因为他们觉得不戴这种花椰菜式的假发 容易受到评审团成员的歧视 不过香港首席大法官拒绝了他们申请 戴了30多年假发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对于事务律师也要求戴假发 剖为诧异 我感到非常之奇怪 我绝对感觉不到戴了假发是有被人优待 或者是对于戴假发的律师是有被人歧视 事实上戴假发又贵又不舒服 在酷热的香港更是辛苦 97主权移交时 法律界曾激烈争论 是否要放弃戴假发的传统 不过汤家华认为大律师还是应该和事务律师装束上有些不同 在法庭里面其实你的服饰 是装员一些是比较尊重法庭或是尊重法治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则说 假发黑袍是一个符号 代表人间的法官需要效仿上帝 令人对法治有敬畏之心 这也让无神论的中共非常震恨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感谢观看